多項被斬傷的男人分別由救護車送去醫院治理 他們主要是手腳和腹部重刀 而多項警員就去到案發現場調查搜集證據 又在附近一帶兜治兇徒的宗殖 但最終都沒有發現 現場是東涌日東村對開松仁路的熟食檔 在凌晨兩點多個男人坐車到場後 遲到襲擊熟食檔多個食客 兇徒一得手後逃去 而五個男人就被斬傷了 傷者由救護車送去醫院治理 警方正調查兇徒行空的動機 並將案件列作傷人案處理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恆成報導